随着黑子故事的结束 日向心中面对决赛的焦虑逐渐消退 哪怕上午覆盆分析的时候 再次感受到了洛森的强大 他也依旧平静 甚至还轻松地给栗子剪起了头发 毕竟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全国大赛的决赛马 但不得不说这宠宁的眼神害羞的面庞 你倒是表达自己的心意啊日向 民众局我都给你们搬来了 早快点好吧 就这样 比赛前些众人叙事待发 目击和一月相约吃饭调整状态 普天也受到了女朋友的加油骨气 唉 日向他们输得一败头地 毕竟是本作唯一一个明确有女朋友的 普天真人胜用家啊 与此同时 小金井和水货部的家人 纷纷决定前往赛场应援 因此和火神终于把话说开 存亏于好 戴上了两人的戒指 而黑子与二号 也是一派整装待发的样子 果然啊 对于他们而言 能够和篮球相遇 真的太好了 当然这场冬季杯的决赛 也吸引了很多观众 除了一些应援的家人游客外 将来懒得动紫园和清风 也主动跑去了现场 路上紫园问起清风 谁会赢得这次比赛 清风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表示 三四名之争肯定是秀德胜海长败 毕竟有一个绿坚加持 另一个黄烂脚声严重上不了场 而令他感兴趣的是 洛杉与成岭的决赛 如他所言 秀德与海长的比赛 没有任何悬念 上半场秀德就领先21分 进入中场休息 洛杉和成岭入场热身 双风屏息凝神 气氛瞬间凝重 身为队长的日向 面对洛杉百分之百的上蓝命中欲 越发加强了戒备 而赤斯也确定首发出场 因为成岭很强 但对他而言 这一天终于到了 黑子和赤斯站在了对立的一边 赤斯很期待见到属于黑子的篮球 但黑子已经清晰有了答案 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篮球 而是他们的篮球 双方都气势十足 严阵以待 很快 秀德战胜海长 成为了冬季杯的季军 获胜与成岭的决赛终于拉开了帷幕 和以往不同 身为首发的黑子 以婚姻定六人的身份备受瞩目 完全成了大热选手 而洛杉的队伍里 则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孔 戴千群 这令将棋很是不安 总觉得他身上有一股 和某人相似的错疏气质 但来不及细想 随着两队鞠躬致意 比赛正式开始 获胜浅球 替换目击跳球 他整个人斗志满满 却又十分冷静 一开始就为成岭争取了球权 而黑子则有些热血过头 直接来了个加速传球 回 使得日向漏接了球 匆忙上来后 被林阳封盖 赤斯拿刀球后 迅速打向反击 却收到了医院的祖防 只将球传给了根谷5 而就在根谷5上来之际 火神急势补防 来了个封盖 紧接着 他迅速跑向后场 顺利接到目击的传球后 便准备单打赤斯 没有丝毫犹豫 火神直接以 为同班战斗的意志 这次的从赤斯头顶的扣篮 也直接吸引了赤斯的注意 但此时此刻 火力全开的火神完全杀疯了 进入纵后 他的攻击能力大幅提高 可问题也接踵而来 纵对体力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这就像是把鱼缸灌满水后 拔掉了栓塞 漏水的速度可想而知 如果不想想办法 不要说撑到最后 打完上半场 火神就会精疲力尽 身为成岭的教练 粒子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但这个时候 泼冷水实在是太不应该 为了避免火神的体力消耗过度 粒子决定 让他专注在进攻上 用更擅长防御的水护布 换下了刷门鞋上场的黑子 以此加强成岭的壁垒 观众对于成岭此番举动 很是不满 直言还没看够黑子的神奇操作 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就这样 在粒子的安排下 火神只管将背后交给队友 不断冲锋 得了于他的猛烈攻势 面对强大的洛山 成岭竟然在开场 三分钟多的时间里 就领先了宽两位数 于是瞬间来到2比11 但洛山的教练却并不着急 对于队友的焦虑 赤子也依旧表示 进攻步调不变 至于防守方面 他会和夜山换防 直接对上火神 两队绝对王牌的碰撞终于来临 而这一球的胜负 将会决定比赛此后的走势 成岭一如既往 不畏惧进攻的他们 决定放手一搏 在日向的点头后 面对火神强烈的叫球欲网 一月毫不犹豫将球传到了他的手里 战局一触即发 纵合天地之眼的正面交锋 由此迸发 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尽管火神成功突破了赤子的防守 来了一记流星灌篮 却并没有将球砸进篮筐 原来想要使出流星灌篮 必须和防守队员保持一段距离 那个时候 大和更古五的补防 恰好晚了一步 这便是在诱使火神使出 不会进球的流星灌篮 赤子本就是故意放火神过去的 这样 火神为了躲避赤子的截球 第一步就会比以往迈出的更远 相应的 在连锁反应下 他带球突破的路线 也会更偏向外侧 他距离篮筐便会稍远一点 球自然就不会乖乖进空了 不得不说 赤子这波深魔远绿 将给城里蒙上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 果不其然 火神因为自己的失误产生了杂念 而赤子也打算趁他病要他命 决定以下一球的进空 一口气收拾掉火神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逼迫火神退出纵 也能使他直接掉进 亲近全力却得不到任何回报的低谷 但火神毕竟曾多次挡住了 黄赖Copy的天地之眼 难道真的就没有转机吗 赤子直接用行动回答 一个拆档迅速过掉音乐 随着他淡淡一句 赤子再次使出天地之眼 一个胯下回拉 便将火神晃倒在地 突破了禁区 医院联盟上去补防 还打算使出救之勾爪 将球结下 但实际还是不对 赤子轻松将球传给了一旁的林阳 这一球至关重要 如若不能拦下 他便会成为 对于王牌对决后 输掉导致的失球 不止火神 成令全队都会成生 无论怎样努力 都赢不了赤丝的硬实思维 于是面对林阳的进攻 木吉迅速上前防守 但林阳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直接加速攻凶 准备来个回头望月 躲过木吉的封盖 侧面上篮打进 说时迟那时快 水护部及时闪现 回了个钉板大帽 力挽狂澜 由此成令的精气神越发高涨 准备再次组织进攻 打响反击 而在水护部的衍生鼓励 与小金锦的特意解说下 看着前辈们奋力向前的身影 火神终于回归了正常状态 虽然由此退出了纵 但体力也还有剩余 能够以这种方式解除技能加持 已经是最好的了 成令的前辈果真给力 接下来成令的节奏并没有被打乱 哪怕火神退出了纵 也依旧打得很好 随着观众的吭呼声 一直再次换上了黑子 此刻将其终于是到不对劲 不止落身的灵阳及时避开了黑子 观众对于黑子的关注也过于热切 一切的一切 好像都正在朝着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 夜神直接杠上火神 表示竟然被他这家伙过了两次 自己一定要过五次回去 呃 加倍奉还以应该是四次 他这是哪国的计算方法 问就是四次不好听 他就要五次 可谁也没想到 从火神一般拥有野性的夜神 准备来场1v1的时候 火神突然把球传赶在黑子 转瞬间 球又在黑子的传送下 摆到了日向手中 而伴随着观众对于黑子神奇传球的欢呼 灵阳碰到了日向的篮球 成功阻碍成领得分 并且很快 在赤丝的配合下 球传到了夜神的手里 验弓火石之间 他直接一个雷雷运球 成功躲掉火神 上篮得分 此时黑子也遇到了自己的难题 不仅基本上摆脱不了对方的防守球员 就在降起准备和例子说出 自己注意到的不对劲时 凌阳还截断了他的传球 使得球权瞬间到了洛山手里 夜神再次进球得分 这个时候 场外的清风终于想清楚了 交黑子投篮时的那种违和感 在凌阳的提醒下 日向也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赤丝更是直接表示了 自己对黑子的失望 在赤丝看来 当黑子用出消失的运球 幻影射篮这种引人注目的大招 刚在半决赛以压少球带领队伍 取得胜利的时候 他便抹杀掉了自己唯一的绝对优势 毕竟赤丝以前从不让黑子练习投篮和运球 就是害怕他会失去自己微薄的存在感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例子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让赤丝失望至极 就这样 成岭顿时陷入了被动 黑子再次下场 但没过多久 他便再次上阵 原来例子是特意在第一节比赛 还剩三分钟的时候 把时间交给了黑子 希望他能放开来打 免得丧失斗志 只可惜 黑子消失的运球和幻影投篮接连被试破 成岭的局势并未扭转 而洛杉随着林阳的进球 终于逆转了比分 局势来到17比15 但成岭也没有放弃 他为了能让黑子再次复出 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奋力拼搏 最后凭借木吉的前爪 成功抢下篮板 一日向一记远投三分 将第一节比赛 结束在了21比21 与此同时 黑子再次下场 想在三分钟内解决问题 难度尾时太高 但合员已经用摄像机拍下视频 情报已经得到 接下来就需要黑子在场下好和观察了 此处不得不说 火神的安慰简直不是人兽的 好在其他队友相当给力 成岭的事情再次勃发 而洛杉这边 打算第二季按照原本的计划进行 用传球技术让队友大力得分 一举击快成岭 随着哨声再次吹响 轻松向陶警问起了洛杉球员 带的相关信息 速度力量 技巧基本上只有C的水平 没有特别出众或跌脚的意象 遇见赤丝之前平平无奇 遇见之后直切成为了首发 这和黑子的重合度也太高了吧 简直就是黑子的2.0呀 果不其然 带直接以熟练的诱导术和古译传球 助攻林英再次夺分 他就是洛杉的幻之第六人 因为微薄的存在感被赤丝相中的人选 在学校天台 赤丝找的带 邀请他成为新一代的幻影第六人 带立马拒绝了 因为让自己成为一个单纯的传球手 太没意思了 他非常注重打球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 赤丝听到这一话更开心了 觉得带是能够超越黑子的幻影选手 带的出现让成岭倍感震惊 但对他们来说 传球也只是利用队友实现自我满足 和黑子不同 他的基础更好 投篮的准确率更高 能做出的选择也就更多 哪怕守护部通过传球对象及球路 预判出传球轨道 带也能选择投球得分 很快 就在黑子认真观察带的时候 比赛已经来到了28比21 卧山领先7分 立子再次换上了将棋 他依旧紧张 面对赤丝就像一只吉娃娃 站在狮子面前瑟瑟巴抖 不仅语无伦次 还在赤丝准备发外界球的时候 再次上演了一出平地摔 但将棋非常努力 先是提早一步协防 缩小空间 不使赤丝无法采用重心破坏 又迅速盯防夜山 为成岭在内线和赤丝对打 做好了准备 毕竟为了破坏对手的重心 赤丝就必定得用出运球切换节奏 如果将战场拉到人员密集的内线 就制造不出运球切换的空间 而且成岭还特意用一月封沙拉带的纯球 就是想让赤丝与火神直接硬碰硬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赤丝更高一筹 基本没有空间 也利用前后变速运球突破了火神 成功上了得分 将棋依旧给力 在戴以为他只是个会助攻的球员时 直接进了一个三分球 但他依旧防不住赤丝 落了个晃倒在地的结局 这个时候 火神突然叫了暂停 准备以灵压为核心发起进攻 而将棋因为体力不支 都觉得这只把他们当做道具在用 但成岭上下愿意放手一搏 夺取球队的胜利 就这样 面对队友的拼搏 成岭再次打起了精神 而两支队伍的进攻点 都重叠到了同一个位置 一场得分后卫的较量即将上演 灵压一个后仰跳投成功得分 日向也赶紧回敬了一个不可侵犯的篮球 但身为无冠武将之一 叶尔差灵压掌握了三种投篮 躲避对方封盖的投球 天 造成对方犯规的投球 地 让对方无法动弹的投球 空虚 这让日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再加上他不可侵犯的投篮的时机 被灵阳完全摸透 日向只得将球传出 凭借团队配合让火神得分 很快 变得焦虑的日向又被灵阳的地所误导 不得不说 这波造犯规还进球的三加一属实强大 毫无疑问 就此时此刻而言 身为投手的灵阳更胜一筹 见到日向已经陷入焦虑 目击主动让一跃传球给自己 准备卯足镜 但内线和根古五一蹶高下 却直接被他崩落盖 不得不说 根古五完全就像是一座山花吧 这也记住 简直了 快这个时候 他们俩的回忆也喷涌而出 原来目击和根古五在初中的时候 就打过对位 那是根古五的第一次输球 赛后目击告诉他 篮球不能登靠的力量 技巧也很重要 但根古五却会错了意 觉得只要练出一身肌肉 便能内线成王 就这样 根古五在内线脚挺脚立 面对他给出的庞大压力 目击只得使出 扣出手的权力 将球传给了福田 命中一记投篮 接下来 成岭和洛山的分差越拉越大 洛山的雷兽夜山 以四根手指的雷铭运球 成功过掉火神得分 而戴也不甘示弱 抓住机会 就成功进入了一月 救之眼的死角 成功助力夜山得分 戴狠无语 此时 身为成岭那位线的关键 目击和日向已惨遭打击 一月面对赤丝没有还手之力 福田又如同将棋一般 达到了自己的极限 为和原替换下场 此时的城里 即将彻底掉进谷底 哪怕火神重头得分 他们也难以逆转 纵使有螳螂挡车之勇 也架不住车轮的碾压 这个时候 戴突然感知到了赤丝的叫求 马上配合他 玩了一个空中接力 成功将赤丝卓越的弹跳力 展现了出来 此刻 洛山已经将比分拉到了62比37 面对众人的震惊 赤丝也只有一句话可说 对于成里来说 此时已经到了绝境 接下来他们会如何反击呢 好了 本期的回顾就到这 喜欢的话请点个关注哦 咱们下期见